巴黎消息 一项最新的研究报告显示 网上诈骗正在困扰全世界的银行用户 其中印度人和美国人的授骗比例最高 法国媒体日前报道 这项由Visa信用卡与维克菲尔的研究所共同推出的报告显示 欧洲最容易上当授骗的是法国人 有33%的受访者承认自己曾是银行诈骗的对象 这一比例高于其他欧洲国家民众 但在全世界范围 印度人上当受骗的比例是52% 美国人41% 报道指出 如今骗子们的手段也更加先进和防不胜防 仅三分之二的受害者表示 当他们收到敏感信息时 诈骗者会说服他们点击邮件和短信中的链接 近二分之一受访者会被诸如退款等好消息所吸引 去年 Visa主动阻止了1.2亿美元的欺诈交易 并为用户们避免了72亿美元的巨额损失 华盛顿消息 国会今天8日通过重大法案 让同性婚姻获得联邦法律的保障 总统拜登已明确表示会迅速签署法案 使其生效 联邦众议院今天表决时 除了占多数的民主党议员全数支持外 还有39名共和党员同意通过 现场传出响亮欢呼声 联邦参议院不到10天前刚通过这项法案 即将卸任的民主党籍众议院议长裴洛西在表决前不久说 议会今天自豪地与自由的力量站在一起 保守派主导的联邦最高法院6月推翻1973年 罗素维德案宪法保障堕胎权的历史性裁决 促使两党议员加速行动 以防最高法院如某些人害怕的那样 推翻同性婚姻权 众议院稍早已通过类似法案 但与参议院版本有些微差异 因此今天需要再次表决 拜登把婚姻平权列为自己的立法优先要务之一 他曾表示会立即且自豪地签署这项法案 洛杉矶消息 加州最低薪资将于下月初上调 虽然通胀在不断加剧 物价越来越贵 但这却是2018年以来最低的涨幅 下月初起 无论企业员工人数多少 时薪都将从目前的每小时15美元提高到15.50美元 加州财政部计算的2021年7月到2022年6月底的通胀率为7.9% 而3.33%的时薪涨幅还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半 2016年时任州长布朗签署了一项法律 每年会以预定金额提高最低工资 直到达到15美元美元 在达到这个工资标准后 每年的定期加薪会在1月的第一天继续进行 根据法律规定 每年涨薪有两个选择 以较低者为准 第一个是通胀的百分比 第二个就是3.5% 但有消息称一项将最低工资每年涨1美元 首尔消息 美日韩三国的北韩和问题首席代表 将于下星期一至星期二 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举行双边和三边会议 南韩外交部表示 外交部半岛和平交涉本部长金健 美国国务院对朝政策特别代表金星 以及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传越鉴语 将会出席会议 共同评估近期的朝鲜半岛局势 韩联社报道 这次将会是三国的代表自9月在东京会晤后 想隔三个多月再次会谈 届时会探讨平壤发射弹道导弹 以及就北韩可能发起合适交换意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